我会问你 你是结了婚 还是离了婚的呀 介绍人没把我的情况 跟你说清楚吗 从开始问年龄姓名 到现在问婚否 我怎么觉得你没话找话呀 要么就是私下功课没做足 如果是前者 说明你是个无趣的人 以后怎么能一块儿生活呢 如果是后者 那你就太没诚意了 条件这么好 怎么能会是圣女呢 我帮你分析分析 就因为你太好了 你上哪儿找条件比你 各方面都略胜一丑的男人 男人 谁愿找一个女人比她强的 什么样的女人容易成圣女 这一来就是票 这男人不安全 比如你 二 年龄好大 还对爱情抱着那种 幻想的阶段 毕竟 我从你脸上读出两个字 童真 这三来呢 我是太独立了 太有女强人的范围了 这男人见了会害怕呢 哪个男人愿意让女人 管得服服帖帖 像家庭主人呢 对吧 我相信如果你愿意 改变的话 你会从圣女 变成万云 你不觉得跟我这种 长得漂亮 人格还厉害 并且还停留在对爱情的 美好幻想的阶段的女人 相亲 是一件很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的事吗 非言 非言 我闲着也是闲着呀 我出来走走 看看各种各样的女人 对我的创业 不疑啊 怎么办 再说 每个女人身上都有可取之处 如果你现在愿意 你完全可以展示给我们了 或许我可以打笑刚才对你们偏颇之词 我跟你说 这看起来是载玉而归啊 那是 那还有说吗 入围了 我跟小冬我们搭等组合 那绝对没问题 我们白老师跟谁组合都没问题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喜欢你嫉妒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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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行 别哈哈的了 再哈哈就咔嚓了 来 妹妹回来没有 我这不正等着呢吗 今天哪 肯定要双喜宾门 这这时候都没回来 肯定对着眼儿了 对 这么看着我干吗 想从我脸上看出惊喜是吧 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清香得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啊 本来就是走个过场 为了让你们高兴呗 完全不靠谱 不是 不是那两个人的条件 不错嘛 您要是跟我一块儿去了 您肯定不这么说 一个文艺范儿的 上来就跟我说 依我看你当圣女有三个原因 什么什么 我都不想重复恶心 还有一个 根本就不知道尊重 这两个字怎么写 你干嘛去啊 我背科啊 这世界可真花少 这世界可真新鲜 赶紧拿啊 二冬水送放前台 快点啊 马上等着呢 您好 您好 您稍等一下啊 那个 赵紧你看一下啊 这两个房间 您赶紧的这人走了 把床单被招换了 换了扛出来 行 什么事啊您 那个 我住哪间房间 您是 我演张真 演张真 不是 您跟我这儿 倒什么乱呢 六十多场戏的 都回家住呢 您一十场戏的 您跟我这儿要房间 赶紧的 那是您行李吧 拿回去 赶紧回家住去 帮你房间那水清换着你 好吧 好的 不是 你还没走呢 您要不给主任打个电话吧 不是 我跟你说啊 这事给主任打电话打不着 房间的事是我安排 好吧 六十多场戏内容 杨诺 导演 怎么在这儿呢 跟生活制片说房间的事 他 赶快安排房间 听见没有啊 行行 您房间 那您这事 我去看看您 给您车上带香水呗 不用了不用了 好 赶快安排房间 听见没有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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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语 杨语 那个 您跟导演认识啊 我们以前一直合作的 您看这样行吧 导演也刚才说了 说给您安排一房间 要不您跟 统筹跟场记 那房间加一张床 准 你怎么回来啊 贾长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饭都做好了 我不回来吃饭了 你们先吃吧 好嘞 好嘞 好 好 好 快回来啊 奶奶 老婆 吃吃吃吃 你好乖 奶奶 老婆 奶奶 老婆 老婆 嗯 嗯 下次啊 你们有饭先吃 别等我 我这下班没点 我可不敢不等 你妈说让我等 我能说闹 快尝尝尝尝 刚做的菜啊 挺好 挺好 妈 下次你和小远 你们先吃 别等我啊 对了 别别别 最后一口都吃完了 不吃了 行了 我上去看文件去了 那小远怎么办 你放心 孩子我办 行 上去啊 忙了 看什么看 收拾管快 妈 看什么看 收拾管快啊 哎 你就说让我来吃饭 没说有这人物 那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啊 我能让你白吃吗 蒼天呐 大地啊 同样是男人 我和你的待遇差别咋就那么大呢 庞天啊 大地啊 同样是男人 我和我儿子的待遇 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你还别不服这个劲儿 就因为他是儿子 是爹 您可当儿子 我说 看明白没有 现如今 当爹的不等儿 当爷不等儿 当爷不等儿 你听见没有 就为了不刷碗 在这儿感叹人生 我吃你的嘴团 我去刷碗 看见了啊 这叫自知之明 老方 老方 刚才啊 美美还难议我 说我们呢 赶紧去整理一下好了 怎么着 再整了一个 打住 打住 就我这身体 这岁数啊 找一个比我差的 不够给我填麻烦的 找一个比我强的 不够我给人家填麻烦的 你 你还硬了不 你 这种感觉 你得有什么 是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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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川 来 再见 妈把早饭给你准备好了 先准备到你了 对啊 我送完她就去上班 走吧 跟你爸爸说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走 妈 妈 来 我 老三等会儿 把这喝了 妈 等等 等等 保值 关系一下国家大事吧 哎呀 你开车吗 对啊 没事 走了 嗯 开车小心啊 好 李先生 我知道你的腰有问题了 没事 没事 我刚才去你公司找你 说你在这儿搞婚庆 对 我给 我来给你送这个 你看我 总是冒冒失失还丢三落四的 真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三丰 你看见罗奇的父亲了吗 新娘的父亲 怎么了 哪里都找不到 不见了 这可麻烦了 我得去找找些 罗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女儿还在那儿等您走红塔呢 我不去 我本来就反对 我女儿跟她混蛋小的结婚 可是我女儿竟然说 恨死我了 你说 她都说恨死我了 那我还能去 她那是气话 您可别当真啊 她刚才还说了 您要是不参加婚礼 她这婚就不结了 得了吧 别骗我 我女儿才不能说那样的话 老哥哥 我女儿小时候 和我一块儿洗澡 还说将来要嫁给我呢 人大了慢慢就变了 现在我说话她爱大不理的 我前两天发现她恋爱了 本来想多问她几句 结果发现她很不耐烦 跟我说她已经长大了 希望我别为她操心 我就想她当父亲了 真是悲哀啊 真不知道谁把她养大的 她从出生到她长大了 我们多么希望她在这个世界上 能得到幸福 对吧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行啊 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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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恋爱今婚 当父亲的心里很复杂 又兴奋又不舒服 没办法 这就是父爱 老哥哥 挺起胸膛 把女儿送进婚姻的殿堂吧 跟那个混账小子说 如果不让你女儿 比以前生活的幸福 你绝饶不了她 挺起胸膛 做那个混账小子的岳父大人 让他知道啥叫父亲 啥叫岳父 林先生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 哪里哪里 多管闲事吧 我不知道我出嫁的时候 我父亲会不会这样为我而哭 我估计啊 要是我能嫁出去 他都高兴死了 怎么会呢 你还是单身吗 嗯 每次我往家里打电话 我妈就说 你没事就别回老家了 你一回来 我就得跟别人解释 你为什么到这么大年纪 还没嫁人 我觉得他们可能都不在乎我了 千万别这么想 当父母的 都希望自己儿女幸福 不管他多大年龄 都是孩子 你说是吧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 像你这么优秀的人 还是单身这玩意儿 有点 想不通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工作太忙 或者是 但是 适合我的那个人 还没有出现 我想找一个 珍惜我的 和我相互扶持的人 过一辈子 可现在这样的好男人哪有啊 就算是有 也是结了婚的 哎呀 我又穿错鞋了 哎呀 不一样吗 不一样 你看 你 你经常这样啊 啊 对 哎呀 真是的 我工作一忙起来就这样 再加上没有男朋友 就越来越不修蝙蝠了 每次穿错鞋 我就告诉自己 第二天绝对不能再犯 这样的错误了 可是第二天还是 哎 我觉得挺好啊 没准这样穿 还能领导时尚新潮流呢 我觉得挺好 哈哈 你可真会安抚人 本来挺尴尬一事儿 让你一说 就一点也不尴尬 妈 妈 你怎么不劝她 把杨禄给找回来啊 这一天到晚 放着丈夫孩子不管 让我们跟这儿瞎忙活 干嘛 她还想东山再起呢 东山再起 起不来就趴下 趴下了就知道 咱们这家有多好了 就是 多好的丈夫啊 身在福中不知福 这个ova 什么啊 放饭吧 吃饭了 上午饭吧 吃饭 周导 姐 什么时候拍到我呀 我还真不知道 要不待会儿 我帮你问一下导演 快点吃饭了 谢谢 你没事 吃饭吧 走 快点吃饭 你那站着干吗呀 叫你跑吗 回去回去回去 我看慢嘛慢 快点 跟导演说了没有 这样姐 这场戏拍完了 我帮你问导演 好吧 您先休息一下 准备了 开始 那个 导演 杨璐的戏今天拍得到吧 可能够呛 他 他都等了一天呢 要不然先把他的戏提前 祖文刚才催呢 还有夜纸被拍呢 这夜纸拍完 天光也没了 你跟着好好说说 让他理解这一点 杨璐 杨璐 那个 刚才我问了导演吗 他也说 天光没了 这场戏我拍不了了 明天我服务了 就把服务了 先回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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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贾成 开门 儿子 你老熬夜容易上火 喝点这个 拜火的 爸爸 二姑说我不是 您的儿子是他的儿子 你怎么跑上来了 萧远 你看这孩子 萧远 萧远为什么这么说 不是 你从来没有接送过 我生一二六 真的是您的儿子吗 那不是因为爸爸忙吗 你看 爸爸这晚还在工作呢 是啊 全都是为了你吧 奶奶给我讲过失败那些为了 奶奶不是以前老都给你讲着呢吗 是啊 你看 奶奶讲的没有 妈妈讲的好听 妈妈讲的可好玩了 奶奶看着假牙讲的 不是老拖拖吗 哎呦喂 我的小宝贝 别给你爸爸添乱了 奶奶讲的不好奶奶可以改呀 还有我二姑呢 二姑也可以给你讲 奶奶给你买新书 来 走走走 你照顾书 快 快快快快 走走走走 小宝贝走走走走走 奶奶给你买新的故事书啊 快走走走走走 妈妈 你跟奶奶一会儿去哪儿 我给你讲故事啊 妈妈 不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小宇你怎么回事 你吵什么呀 奶奶对你这么好 还挑三行四的 你想让妈妈回来 妈妈不回来 我怎么办 贾强你别凶孩子呀 怎么了 孩子又拿错了 我在楼上都听到了 没事没事 大姑娘 我姐妈妈 你带我去找妈 不是 你自己给 你妈打电话 你看她回不回来 妈 行了行了 她还愿意 咱们睡了 好了 行了 今天晚上跟大姑睡 好吧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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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哭 贾成别着急 你看大孩子 干吗呀 我就不是为您打爆五瓶吗 谢谢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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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早点休息吧 行行行 好嘞 好嘞 喂 哪位啊 我是戴峰 是你啊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想把手劲还给你 有空的话我去去你那儿去 好 好 你这样低廉的价格 和这么优惠的条件 跟永丰车行签下的协议 带助管 你的能力比我想象的 要高了很多呀 拿礼的话 是林总好说话 她是个不错的人 这样吧 以后跟他们的合作 你都负责吧 您尽管放心吧 喂 您好 我是林光达 怎么样 说话方便吗 刚才真不好意思啊 那么冒昧地打电话给你 真是失礼了 没关系 没关系 碰巧 我有事找你 我今天 什么时间去你那儿合适呢 可以啊 我今天一天都在公司 清瓦 衩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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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圣旁 源 车 你怎么在这里唱起来了 我这不是刚起步嘛 你找到工作了 是我爸爸帮忙找的 你和你父母谈过了吗 刘吉的事 没有 你不会真的想搞音乐吧 别太当真了 再玩上一年 直接去你爸公司就好了 我才不会去在公司呢 那好吧 再见了啊 这是我同学你们 从小的时候 他特酷爱音乐 我是你最后的天使 你不知道 也许不会有人安慰 给你拥抱 你不知道 也许不会有人安慰 给你拥抱 也许不会有人安慰 给你拥抱 轮到这样了 你怎么见死不救啊 你快过来啊 我 我还没 没怎么着 别废话了 快叫救护车 我电话没电了 拿我的 这 这哪儿 兜里 兜里 里面的 上面 快点啊 你们在什么呀 王大夫 王大夫 我是洋杉杉 我在路边看见一个老人 心脏病发作了 好 去叫出租车 出租车 出租车 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 你踩仇人的吗 死里踩啊 踩 踩着你我也心疼 不不不 我给你吹起 行行行行 行行行 再来再来 我跟你说 这个跳舞 不光是脚步的移动 看见没有 这个要有节奏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这个要有节奏 怀着音乐 我向我为来 也别动 老人家 老人家 我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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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老头怎么回事啊 这么大房子单从我们中间住 真是 行行行 我哪个店面就掐不练 不是 这他老鄙视我 我能不鄙视你吗 你说你一个体育棒子 还是教小学的 跳舞 跳个绳还跳不得 你 你练绳都不能跳 他呀 就会跳大绳 帅哥哥 你还在这儿 那个病人怎么样了 病情暂时稳定 没看出来 你这家伙还挺认真的 还知道留下来问问病人的情况 那我先走了 来 拜拜 你就是小媛爸爸 今天轮到你来接孩子了 也不是 他妈不是突然拍戏去了吗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 在外企上班 所以家里人哪能帮就帮 那挺辛苦的 贾先生 要不你给我一个电话吧 以后你没能按时来接孩子 我就打电话提醒你 那太好了 对对对 找事有名片 这是我的电话 谢谢 你回头往这上面打一个 我存下来就行 好 好 谢谢 有什么事你就给我打啊 好 小媛 跟爸爸回家吧 再见啊 来 谢谢 喂 小媛 您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呢 秋风 秋风 这儿环境还挺不错的啊 哎 看有什么想吃的吗 我随便就可以了 你看 看看 好 好 那就来这个烤鸡套餐吧 我也想点这个 什么就这个 服务员 好 要两份这个套餐 小媛 谢谢 好 好 这个还给你 不就一条手绢吧 你看 真跟添麻烦 还洗得那么干净啊 新娘的父亲啊 特别地感谢你 同样作为女儿的父亲 就说几句话忘了吧 我们的领导看了 萌签的合同 非常满意 我觉得林先生可真是我的福星啊 不仅帮我找回了新娘的父亲 还让我得到了领导的表扬 据说是老的事儿呢 跟你在一块儿真的 挺开心的 是吗 真的 也许不会有人安慰 给你拥抱 离开你的犯犯恼 这世界死心的城楼 我却不能够 说好就能好 我是你自 你唱的歌也太没品位了 唱法音很慢 是吗 你想当职业歌手啊 我还没想那么远 那干嘛做这个 这跟你没关系吧 那我走了 那个老人怎么样了 去世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看来我以后真的不能瞎唱了 他心脏一直就不好 是吗 你该不会是觉得 你自己要对这事负责任吧 如果我能早点帮他喊救命的话 也许 真是真不可貌相 真没看出来 你觉得还挺善良的 以前呢我在一个国境大单位上班 有一次和一个女领导 我们俩吵了一架 突然觉得 在这种单位和这样的人工作 真的没意思 所以决定自己创业 林先生还会和女人吵架 没想到 其实是我不好 但有些领导犯了错误 不会承担责任的 我就受不了这个 所以我想 不管怎么辛苦 一定要干自己能说了算的事 我们成立公司之后呢 不管什么事情 我个人来承担责任 这样觉得心里很踏实 对 您太太为此吃了不少苦吧 结婚后一段时间 可以说一屁股债 突然又生龙胖胎 所以生活很艰苦 那您太太一定是个不错的人 对 人不错 但是生活中也是个 什么都不出众的人 反而有时间就是 打死为生 洗衣服做饭 那么今天也是这一套 前一日突然问我 为什么要和她结婚 这个语气当中好像她 目前很不幸福 你说我该怎么办 一年 大姐你还挺能喝的嘛 别叫大姐好吗 欧阳珊珊 你叫我欧阳珊珊就行了 好 欧阳珊珊 能认识你多大吗 你以后打听别人年龄之前 最好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这样比较有礼貌 我都二十二了 我二十二的时候干嘛来着 什么叫你干嘛来着 好像你多大似的 那你看我像多大 最多也就二十五吧 眼眶不错 猜对了 是吧 我觉得您太太是不是 想听一些 就是我爱你呀 我想你呀 之类的话呀 这个 这又不会吧 我们聚婚二十五年了 这种话估计说不出来 不 我觉得 我们女人和你们男人的看法 是不一样的 你看男人总觉得啊 年岁越大 就这种话 越说不出口 可是女人不是这么想的 女人是不分年龄大小的 她永远喜欢听自己 爱的男人说 我爱你呀 我想你之类的话 是一辈子都听不厌的 累死我了 回来了 来 蟹 买这么多呀 看这蟹不错 就多买了点 是吗 小冲小月呢 今天不回来吃 干什么呢 我说啊 你买这么多 吃得了吗 很贵吧 多少钱呢 你不是喜欢吃吗 还那么多 来 咱们俩结婚二十五年了吧 说实话 我还觉得挺幸福的 真的很幸福 怎么今天突然说这样的话了 是不是 在外面做了什么亏心事 还买了这么多螃蟹 我跟你说正经事呢 来 来 你过来啊 干什么 你过来吧 我觉得那个 干什么 快说吧 你能不能思想集中点 你说吧 你别用这种口气 我想说的话都不好说了你 好了好了 说吧 什么事 你别死盯着我看呢 我 你本来想说我都怎么怎么让我说 你 你究竟让我干吗呀你 不 你你自爱点 你自爱点 这样我说起来舒服 怎么了 我 我的 我的爱 你别说你这岁数了吧 还是挺漂亮的 皮肤也很好 是 经理 这岁数就别说了 对 最近好像 这脸有点圆 是胖点 啊 胖了 嗯 我觉得说呢 就是 试试它胖点 就说这个啊 哎 我忘了 来 嗯 嗯 说新产品 说用这个啊 人能年轻十 十岁 真的 真的 你给我买的啊 而且对啊 给你买 皮肤而且是越来越润 你看看这几档吧 这是清洁 保湿 护肤 紧肤 真的 你试试 你现在啊 开了 算了吧 我就别用这个东西 试试 绝得是越来越漂亮 我给你 来 来 我不用了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晓月 这什么态度这是 肯定啊 孩子生你跟踪他的气呗 以后别这样了 孩子大了 刚才真不听话 妈 信向书上说我二十二岁结婚最适合了 一定会幸福到老的 你都想结婚了 没有 不过我真的觉得现在很开心 要是没有老爸的反对就好了 最近啊 少跟你那个男朋友来往 少跟你那个男朋友来往 爸爸很不开心呢 你从小啊 最受他的宠吧 你要这样 他会伤心的啊 是他先不理我的 他不想理我 我也不理他 这么任性 多大了呀 还不体谅父母的心情 妈 听你的意思 你也反对我谈恋爱了 先跟爸爸道歉 然后再说别的 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呀 我又没做错什么 妈 我以前觉得你是最明事理的人 现在怎么动不动就教育人啊 我家晓月谈恋爱的事 她明明是反对的 可当着孩子的面就什么也不说 把要收的话都推给我 关键是 我跟孩子收了她也不听 她就跟我说 你看 你这当妈的怎么当的呀 我老公也一样 把孩子的事全推给我 就知道抱怨 张华 你不伤孩子对喽 我老公啊 他自己 就是一个像孩子一样的人 每天就是要打电动 看漫画 一点事情都不帮我做 那 你们又是生气了 老公哄你们吗 我嘴 哄什么呀 他就知道买点我爱吃的小点心什么的 或者啊 出去吃个饭 还挑自己喜欢吃的饭馆 没错没错 除此之外 好像你真的没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了 对 我老公啊 还有一件事 他吧 凭着什么都不干 只要想跟我亲热 他就主动敢家务 你说多现实啊 你说 其实啊 他完全可以跟你说 你还很漂亮 我爱你之类的 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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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吗呢 没干什么 那个 什么事啊 就是那个 是不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不是的 我要跟你说啊 对了 今天啊 我跟晓月谈了 她呢跟我说了她对婚姻恋爱的看法 她说 在她心目中 爸爸妈妈是最理想的夫妻 我真是没想到 她这么说的 我还没想到 其实啊 就像晓月说的那样 是我一直依恋着你 爱着你 我也是 真的吗 难道不是吗 你这说话很奇怪啊 其实你心里 一直想和那个人结婚的吧 哪个人 哪个人 结婚前恋爱的那个人啊 没想过 从来没想过 肯定有的时候会想 要是现在跟那个人结婚 会怎么样 哎呀 这多少年过去了 那人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肯定是老太婆了 那男的不是 对得不到的女人 都念念不忘了吗 他怎么回事 对方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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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